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懂得抓钢铃 钢铃越简单越得受用 钢铃决定不能够忘记 钢铃要精熟透彻 钢铃要精熟透彻 所以我们训言这个钢铃 一举经认教会 选了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选在《观无量寿经》 敬业散伏 这是基础 根本的根本 总共十一句经文 我们要尝尝念自在自 要把它做到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奉仕寺长 我们要常常想到 自己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能不能对得起父 能不能对得起师长 佛华的教学 它的根本 就是这两句 从这两句开始 也在这两句圆满 这两句做到圆满了 就成佛了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媒婆 它的孝 有欠缺 它的敬 对老师的敬 也不圆满 到如来古地上 孝亲尊师 才做到圆满了 所以人家一问 什么叫佛法 我们可以 一句话答覆 孝亲之词 佛家清静万论 没有离开 这个宗旨 清静万论 山羊笑道 山羊四道 我们能做到几成 下宗旨 下面求句 就是教导我们落实 孝敬的纲领 什么叫笑 慈悲心是笑 不杀身是教 是笑 修十善业是笑 说笑 敬就在笑里面 受持三规 是笑 虚足众戒是笑 不犯威仪是笑 发菩提心是笑 身心因果是笑 独送大臣是笑 劝尽行者是笑 祝佛如来教化众生 无非教人 孝亲尊师而已 我们懂不懂 六合金 六合金是笑 孝亲尊师 皆定会三学 菩萨修学六个纲领 不识持戒 任如金金禅定智慧 独行是大愿望 我们选择这五个纲目 五空 好记忆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除世待人见乌 念念行行 都不违背 这五空的教诲 这个人叫行菩萨道 这个人叫学佛 这个人叫受持经济 这个人呢 可以置心回向 他真有东西回向 真的回过头了 真的未到作善 这不是空口说白话 认真在做 佛说得很好 谁做 谁得利益 应于所谓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佛法是平等法 我们听了之后 要懂得 要真正明了 佛的慈悲 佛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要孝敬于佛 佛说我们老师 我们怎么对得起老师 依教奉行才对得起老师 不肯依教奉行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父母 也许有人问 我自己这样修行 甚至父母已经不在了 与父母有什么相干 你不懂得笑道啊 你要修行正果了 你的父母也一样做菩萨成佛 你想效仰父 父母不在了 你想超度父母 你拿什么超度 念几目经 念几身佛号 回向就能超度了 那只可以说 不念 念比不念好 真正有效果的超度 你们去念第三经 我们去念第三经